近期 金融机构公布多项重磅金融政策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至15%等 9月27日 降准降息正式落地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推出 这对进一步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专家表示 从当前内部形势和外部环境来看 央行推出的一揽子政策既是必要的 也是及时的 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我们的分析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大货币政策 逆周期调节力度 有力地提振内需 引导物价水平 温和回升 来改善经济增长的动能 一方面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今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也能够为培育新制生产力 促进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为有利的宏观的环境 美联储降息是我们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外部环境 9月18号美联储开启一轮降息周期 首批降息就降了50个基点 预计11月份和12月份还会继续降息 人币也是应声而起 相对于美元从最高7.35已经升值到破7了 那么人币升值趋势一旦形成 那么央行在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压力大的减轻 那么央行就可以通过降息降准的方式来全力支持经济复苏了 所以它相当于给我们货币政策的宽松提供了一个外部环境 多项中磅政策靴子落地 也给市场参与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据统计 9月24日至27日 上证指数累计上涨11.43% 深圳城址累计上涨16.77% 专家认为 A股市场连续上涨主要是因为一篮子政策出炉 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 A股市场也是放量大涨 连涨4个交易日 并且近3个交易日成交量都占上了1万亿的大关 而且很多个国出现了连续冲击涨量的走势 所者的信息位置一振 这一篮子政策普遍超预期 专家认为 此次一篮子提振经济政策 主要涉及货币政策宽松 稳房地产政策加码 和资本市场支持三方面内容 政策力度较大 超出市场预期 有利条件 目前来说有两个 一个就是当前 我们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制生产力 发展的态势是比较强的 第二个就是短期之内 我们外需 也就是出口 还会有比较强的韧性 我们看到货币政策 已经全面发力了 接下来就要看财政 财政政策 也会是明显的加大逆周期调节 这个力度会出台增量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